好多人关心那只流浪的白猫怎么样了 它还是经常来我这边呢 所以我也每天都给它准备了猫粮 还有网友说让我带它去绝育 目前这只猫咪我是无法晋身的 它警惕性很强 不过前几天警报器响的时候 我开门一看 哇 竟然又来了一只花猫 看来也是发现我这边的猫粮了 跟那只白猫不同的是 这只好像不怎么怕人 也说不定是有主人的呢 又来了 猫粮都吃了 因为这样每天喂两只的话 我要天量太多次了 于是我干脆安排了一台自动喂食器 来了 吃吧吃吧 等我再观察观察这只花猫到底有没有主人 从它每天吃饭的饭料来看 像没有主人的 但是实在又非常亲人 我能确定的是这只白猫百分百是只小流浪 咪咪 今天它来的时候感觉身上更脏了 真想帮它洗洗澡啊 如果你也想帮帮这些流浪动物 可以点左下角的小蓝星 贡献一份爱心 让我们一起用爱终止流浪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